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各位车水马来往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一台我个人其实蛮期待的车 就是目前Porge旗下马力最强悍的911的GT2 RS 介绍车之前其实我记得大概应该是在前年底吧 我就已经在国内的一个超跑的车行里面 亲眼看到有车主跟这个保时捷的业务在做订单的动作 当时很夸张 我为什么要提这段意思 因为当时其实甚至连Porge官方都只是有谣传媒体报导 要出这一台911的GT2 RS 还没有正式发布 其实国内买家就已经有人在跟原厂做订单的动作 然后今天正式2018年的5月他来到国内 他的新车价是1488万 我们刚刚也问了一下原厂说目前的接单状况 接单非常的好 私下的Toro大概已经有数十台 快接近百台了 有没有很夸张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现在配备了PDK的七速自首牌 这些多金的大老板们 可以不用去顾虑说以往的GT2 D3只有手牌 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自首牌很便利 所以造成这种全球的多金买家的性能玩家 抢购的重要关键 其实看到911 GT2 RS 从外观上 当然想必它就是用了非常多的Aerodynamic的空气力学设定 从车头可以看到有多了一些开孔 大家会问说它是什么作用呢 它的作用其实是要让它这个刹车系统有一个撞风散热 另外在保杆上也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些气霸开口 其实仔细往里面看 都是它的一些引擎相关的冷却 包含像水箱 一些cooler都放在车头 所以它的冷却空力是非常重视 那你走到车尾 车侧 你可以看到一些空力的装置 包含像是很大的尾翼 以及厚叶子板上的一个进气的散热口 以及在厚引擎盖的箱盖上 也有一些进气的装置 直接吹到里面的引擎室做进气的冷却 以及相关的引擎散热 甚至在它的引擎上面也有两个风扇 做强制的一个散热动作 动力部分这台车它搭载的是3.8升水平 对握6缸的twinturbo的涡轮增压引擎 原厂的规格写它的增压值 达到1.55个bar的最大增压值 可以输出最大马力是700p 变速箱我们刚刚聊过它是7速的pdk 它的加速数据给大家参考一下 0到100 2.8秒 0到200 只要8.3秒 安全急速原厂是说340公里 不过我刚才瞄了一下车内仪表 表底是飙到时速400公里 非常可怕 再来在内装的部分 其实从以往的GT2及GT3 大家熟悉的话就知道 它其实都会有一些所谓的 Club Sport这样的运动套件 今天这台车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像是多点式的安全带 赛车不可调的同意 以及后座也有半套式的防滚楼 这就是非常竞技化的一台 热血911的旗舰跑车 底盘部分 这台车是采用前脉花神 后多连感式的一个悬吊 当然它也配备了 像是Porsche的主动式的电子悬吊 以及它的后轮也是有后轮转向的功能 刹车系统它用的是前6后4活塞 前面410后面390弹镜的一个PCCD 就是也是我们所熟悉的 潮池的刹车系统 我当然聊到了GT2S 不能不提一下 它在纽伯林的成绩表现 在Porsche的官方影片 我们可以看到它做出了一个 6分47秒的成绩 在国外我也看到一段媒体报道 虽然不是官方的 我不知道它的真实性 也跟大家聊一下 过去我们熟悉的911的 这样纽伯林基路 都是请一位老手Water Road 一个老伯伯来测 他都可以车出很好车 但是这一台700匹的GT2 还是并没有出动 其实私底下有媒体去问Water Road车手 他说这台车因为 这位马力是Twin Turbo后置后驱 700匹马力 他觉得要把这台车在纽伯林 开到一个极限 要更大的技术以及胆识 以及经验勇气 所以我刚查了一下 这台的纽伯林记录 是由Porsche官方另外请了一个 比较年轻的 我觉得可能是 在这个体能经验 胆识上更强的一个GT3的冠军车手 来做出6分47秒的一个记录成绩 我们在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在纽伯林 非常可怕 在一些高速或是一些 有些颠簸路面 几乎是四轮成功在落地 配合它的四轮转向 这样的一个画面 非常震撼 我们今天的赏车会的预拍 就到此结束 不过依照惯例 总代理 这种车应该是 不会安排没地试驾 不过小小透露一下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也有订这台车 我去跟他瞧瞧看 搞不好6月到港的时候 有机会 我们车水马龙王 也可以来试驾一下 好 别忘了持续关注我们 车水马龙王频道 以及我型男型与龙的粉专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交换 heleell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